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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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同时热爱艺术 可能是美术 可能是舞蹈 或者是钢琴 或者是其他 但在我一个 因为我本人是在北京舞蹈学院教专业的学生 我会觉得说 在近几年的工作当中 我特别特别地希望家长能够支持孩子的艺术方面的学习 我们可能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朗朗 我们可能我们的孩子不是今后的朗朗或者某位艺术家 但是我坚信艺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良性的影响 还是说说我自己这样会比较 我觉得不要举例于别人 其实我在特别特别小的时候 我自己的父母亲送我去学过很多东西 我小时候比较瘦 不太喜欢吃 就是很喜欢吃零食 不好吃饭 所以我的妈妈她就 我印象里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学过那个跳高 然后游泳 就特别特别多 希望能够增强我体能的一些我觉得运动 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学过美术 然后拉过两年的这个小提琴 在座的某位家长有没有孩子学小提琴的 学小提琴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他是这样子扶着 然后把手放下去 然后就是一直来练习一个动作 我自己会讲到说 学习任何一种 我自己会觉得 这种不管是艺术或者非艺术 对我自己的成长都特别的有用 讲到学小提琴 我后来考进北京舞蹈学院 老师就会觉得说 他对节奏和音乐的反应就会比我同班的小朋友好一点 所以特别希望家长们能够 因为刚才我在后台有听 周一到周六小朋友都很忙 但是我会想到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心情的付出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那点点滴滴的积累 无论他们是从事艺术专业或者非艺术专业 可能都不会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 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良性的一种培养 那还是说回我自己 刚才讲到 所以我自己是一个专专的舞者 也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曾经 现在我是老师 北京舞蹈学院老师 但是大概在11年前 我的身体如同各位能够走进来的时候 我没有在轮椅上的时候 我是一名专业的舞者 1993年我就进到北京舞蹈学院学习专业的中国古典舞 然后六年以后我为宝宋大学继续学习中国古典舞 对 我觉得我是专业那个类型里的 但是我想在座的很多家长 对于自己的孩子的培养或者说叫艺术教育 可能是熏陶型的 熏陶型的就是你们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今后可能不要做专业的 是希望艺术来辅助成长的请举手 虽然有点暗 但我还是可以看到 好像没有我想象的多 好 现在放下 那现在我想说 觉得自己孩子有专业潜力的 以后要走专业的请举手 更少了 看来在这个当中弃权的人有 好 谢谢 对 因为我在这边看的比较清楚 专业的非常非常少 非专业的有一些 这个比例是显得是非专业的是多一点的 我自己在与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 好像很多的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去走专业的路 无论是声乐还是舞蹈还有美术等等 关于艺术的学习 当然我想啊 平常的那种文化科学习也是非常苦的 包括经过一些考试等等 但是专业艺术的学习非常非常苦 我必须说实话 包括我们的国粹 京剧等等 因为我们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都有非常多的朋友 好多家长都心疼孩子 可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孩子去吃 比别人更多的苦来 就是钻营一门专业 所以我刚才在下面的时间 有与主持人还有几位老师聊 所以像朗朗那样顶级的艺术家 可能家里付出的那种 或者父母亲那样狠下心来 决定让他走这个艺术之路 确确实是少的 但是我们也说到 一个艺术家的培养或者养成 家庭确实很重要 这个当中我坚信你们的选择重要 但是我还是说回到题目来说 我们看决定孩子艺术之路的人到底是谁 我们往下再思考 这个是我之前有一个作品 叫燕居寇的一些剧照 我们先浏览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或者这组照片 是在2016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被身金发的那个女士她叫Mary 她是邀请我过去 我觉得有这次创作和授课的 到佛罗里达大学 我2016年给大本的学生 讲中国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 但那同时在那一季 因为我们有六位受邀的艺术家 有来自俄罗斯的 然后是来自中国的 然后还有来自日本的等等六位 然后呢在那有一个周期 只有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七天的时间 第八天我们就上舞台 给整个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个表演 但在七天当中我们会有一个创作 我受伤以后 当然就不去那样一一回顾 我会觉得说 在美国的这样的访学的创作 舞蹈还是在继续的 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人 比较关注我 可能有一些人都不知道说 这个老师他为什么今天会坐轮椅 我们往后一点点时间 稍许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会今天 与你们交流的时候 不像其他嘉宾是站着的 但是如同你们一样是坐着的 是因为一次意外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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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